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中時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QR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到中國金融風暴還在惡化 恆大在美國直接申請破產 但是人民銀行正在搶救人民幣 現在部分避險基金 直接跟人行雙方對坐人民幣 離岸人民幣到底會不會守住7.35的關卡 是一個重要指標 但是中國內部 事業問題已經長期惡化 而且可能變成社會跟政治的風暴 今天出刊的經濟學人封面故事 講的是絕望的中國年輕人 主要是對整個社會世代經濟政治環境 自由全方位的絕望 然而這樣的絕望也燒到晶片業者 那知名的中國幾個晶片業者 都進行大規模的裁員 可是呢 在美國揮達AI晶片大熱賣 外界甚至盛傳 有一部分是中國業者 大量要囤積庫存 這裡頭當然喔 給新品的執政帶來了危機 但是也可能有新的變化 今天事實上解放軍的東部戰區 公布新的MV影片 這個影片叫做粵海霞 當然主要仍然是對台的大外宣 跟文攻武嚇 可是呢台海的軍事風雲 跟台海的和平喔 是這一回合美日韓的高峰會重要的核心議題 所以白宮再度捍衛台海和平 而且白宮強調要確保中國不會發動對台動武的戰爭 在背後會有哪一些影響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董立文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彭孝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王志盛 大家好 再來是文杰 大家好 再來是朱月忠 大家好 再來是黃世聰 大家好 好我剛講經濟學人最新的封面故事 討論的是中國失落而絕望的年輕世代 那這個年輕失望的這個失業跟經濟的惡化 是一個長期的系統風暴 這個系統風暴 當然可能帶來政治跟軍事的變化 我們看現在正在跟人民銀行對坐的 知名避險基金經理人卡爾巴斯 他接受了採訪 而且不是財經媒體CNBC的專訪 他認為一方面中國的經濟跟金融 還會再惡化 而另外一方面惡化的過程 可能帶來台海軍事風險 好 市聰剛剛看到的是化皆知名的 避險基金經理人卡爾巴斯 接受媒體的專訪 他一方面評論中國的房地產金融跟貨幣 事實上有金融體系連環暴的地雷風暴 另外一方面 他評估這樣的壓力不但可能衝擊 習近平的領導核心的政權壓力 事實上也可能使得他發動軍事熱戰的決心 不會動搖 對沒錯 事實上我們記得在8月初的時候 其實這個拜登說了一個 中國的經濟正在下滑之中 那中國在這個 壞傢伙遇到麻煩的時候會做壞事 其實開啟了這一波大隊中國經濟的討論 那當然中間還包括說像葉倫也認為說 中國經濟的不好會導致呢 整個美國的經濟會受到波及 也是美國的風險 那除了最近一段時間來說 像這個美日的廣訊報 他就報導一個什麼中國疲軟的這個10個原因 那主要原因包括說像他點出來是 包括房地產的這個泡沫化 然後債務的這個堆高 包括說像政府債跟企業債的這個部分 然後目前為止 中國是重現一個CPI跟PPI 同步在縮減的一個通貨緊縮 人口負成長 美國經濟制裁它 還有技術制裁它 然後外資不看好在資本逃出 另外包括說因為中國 沒有一個獨立的這個央行體系 所以沒有辦法用貨幣政策來調整 另外包括說獨裁的政體 然後各界對中國失去信心 等等非常多因素 好那除了他這樣說之外 Bloomberg也說他是五雷轟頂 所以基本上呢 認為是說想救都沒辦法救 那你更不用講 這一期的這個經濟學院 就直接用這個封面叫做 中國絕望的年輕人 所以看起來的話 目前全世界都對中國的經濟是不看好的 甚至最近幾天的時候呢 原本中國的經濟是希望說今年能夠保五 但是現在各大研究機構都紛紛下調 今年中國的經濟成長率幾乎沒有幾家 認為說今年的中國的經濟成長率 會超過5%左右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看到說其實 就是這些絕望的年輕人 譬如說像我們之前公布的16歲到24歲的年輕人呢 中國的失業率高達21% 但是因為最近的這個失業率太高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蓋牌 已經不會再公布新的這個 這個所謂失業率 但是根據這個外界的統計來說 大概這個中國16歲到35歲的人口 有高達3.6億人左右 那這3.6億人來說的話 失業率恐怕在未來一段時間 還會繼續的往上升 那你以為說 那就只有年輕人倒楣啊 那中老年的比較沒有問題 但是事實上 根據日經的報導裡面來說的話 中老年的恐怕問題更嚴重 因為中國很多工作呢 他其實不希望說老人來做 那加上說很多中老年的失業之後 他可能就一輩子就失業 再也沒有工作的這個情形 所以那事實上現在不只是中老 不只是年輕人很慘 連中老年恐怕在中國的狀況 都不是很好的一個狀況 好那至於中國要怎麼解 解除目前的經濟的問題呢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因為中國目前的債務 非常非常嚴重 包括說像地方債 或是說像一些企業債的這個部分 那喬水集團的這個打理由就說 中國應該要盡早進行 大規模的債務重整 這裡面包括說像 這個所謂的地方負債的這個部分 當然裡面有跟房地產 有非常大的一個部分 還有企業債的部分 這邊也當然是疊加在房地產上面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時間呢 恆大啦 然後碧桂園啦 甚至讓中榮都陸陸續續的出現危機 中國的中國版本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雷曼兄弟時刻 似乎是真的要來到 好那當然今天早上 可能大家最新看到一個消息就是 恆大呢 他在美國 申請所謂的破產保護 那有點讓大家嚇了一跳 那今天的這個中國恆大的股票 因為申請破產保護在美國的關係 他已經停牌 但是在仍有掛牌的這個恆大汽車 今天跌了大概6% 另外一個香港股市 也因為這樣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香港股市今天跌了大概1.6到1.8%左右 那盤中華一度跌破18000點 所以看起來的話 中國這個房地產所引起的效應呢 恐怕對香港股市 或是中概股都造成非常大的問題 好那大家就想說 那他為什麼要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 因為目前為止呢 恆大在海外的欠款 就是欠海外投資人的部分 大概是190億美金 那這些部分來說 他必須要償還 那必須要償還的時候呢 他就說我先跟美國證 美國單位申請破產保護 那破產保護的原因就是 因為這些資產全部都凍結 因為有些有些破產 有些這個債權人他可能不爽 他就說我要查扣你的房地產 查扣你的資產 這樣我後續要營運就有點困難 那我現在把他保護起來就說 我會繼續營運 但是呢 這些債權人可以來跟我談判 那我們來商調怎麼樣來這個 之後怎麼債務重整 或是什麼重組的狀況 甚至還有可能引資進來 還可以再重新改造也不一定 不會走到所謂的破產清創這一步 那這就是美國的破產法的這個保障 他目的就是可以讓這個恒大進去營運 當然某些部分來說 他把它凍結住可以怎麼樣呢 因為我們不知道說他的資產 這個海外資產裡面有沒有什麼 中國共產黨的資金在這裡面 中國共產黨搞不好也可以對他這樣子 所以他某些程度他也保護住了 他在美國的資產在跟這個中國在談判的時候 他也不會波及到美國的這個資產的這個部分 那甚至歸來呢 搞不好假以時日的過去之後呢 中國那個部分搞不好真的已經完蛋了 美國這個部分還在嘛對不對 還在的時候搞不好可以日後 我們知道說川普其實靠了六四破產之後 他越來越有錢 所以在美國破產法不見得是不好 但是呢因為他在申請破產的時候 對整個港股的投資人 或是對整個這個市場的這個狀況來說 等於是你承認你是在美國來說的話 是一個需要受到破產保護的這個狀況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最近一段時間大家也紛紛傳言說 恒大在進行一個脫產 因為這個許家印呢 他技術性的跟他老婆丁玉梅呢 要離婚 那離婚就是說 我們可能互相的把資產切割開來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這個部分 當然這個部分現在是傳言 甚至還有傳言說 恒大的所有的高管都離婚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準備要脫產的一個狀況 那甚至連這個碧桂園的老闆 楊慧遠也被報出他有海外的這個護照 那他前一陣子又把錢捐給這個 香港的信託基金 捐給香港的基金 好像你也在脫產 所以現在看起來是這樣子 就是中國的房地產要準備暴雷了 那中國的金融體系 也準備可能要承擔這個問題了 但是現在的各大營運公司的老闆 他們想的問題 不是在解決公司的營運狀況 而是放給我爛 我現在能夠保留我多少海外的資產 能夠脫產的就脫產 能夠技術性的這個脫產就脫產 能夠離開的就離開 所以中國的房地產問題 恐怕還需要共產黨出面解決了 好那明傑 剛講到中國的內部經濟跟社會 以及政治壓力都還在變化的同時 另外一個部分是對外的軍事壓力也在變化 對其實我們看到就選在這一個 美日韓三國峰會 即將舉行8月18號的這個前夕 那8月17號 我們看到這個中俄 一共有多達11艘的軍艦 那通過宮古海峽 那這一批軍艦先前我們其實我們談過說 它浩浩蕩蕩 這個跑到這個美國的阿拉斯加附近 阿劉森群島去示威 那選在這個時間點 那等於說美日韓即將在大衛營 舉行三國高峰會前 那通過日本的宮古海峽這部分 當然主要就是要跟這一個美日韓 互別苗頭也是一個示威的動作 那不過這樣的動作 其實也可以反過頭來看 為什麼這一次美日韓 會這一個舉行首次的這高峰會 其實我們其實沒多久以前 幾年前其實我們才看到日韓之間 一向是合的 除了二戰以來包含慰安婦這些恩怨之外 那針對日本海包含像這一個 到底是獨島或主島的這個主權正義 雙方其實曾經還大動干戈 那我記得2018年那時候 還有曾經出現南韓的驅逐艦 上面直接開火控雷達 去鎖定日本的P1的反潛機 雙方鬧得不可開交 那甚至雙方過去來講 如果美國主辦的演習 基本上是互不相見 只要日本參加南韓一定不參加 結果沒想到也沒多久之 不過幾年的時間 現在居然可以促成 所謂美日韓三國高峰會 而且這個高峰會未來可能 每年三國都要聯合進行所定期的軍演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結果出現 背後當然無非 第一個北韓金正恩不斷的挑釁 試射飛彈 那第二個 最大的推手 當然也就是習近平 那當然日韓都感受到 中國軍事的威脅 那現在又加上了俄羅斯也參與一角 所以這個亞洲小北約的成形 背後當然中二朝三國是最大的推手 那當然還有這樣的動作之外 日本在中間 除了這一可能打造東北亞的小北約 扮演重用角色之外 現在也進一步 其實等於說也是美國居中在協調 那跟日本跟澳洲之間 也首度簽了 所謂的RAA相互的這個準入協定 那在8月13號生效 那外界觀察說日韓這一個 RAA的這個簽約生效 可以讓雙方其實已經進入所謂的 這一個特殊的軍事聯盟的關係 因為特別是RAA基本上可以讓對方 雙方的軍隊喔不管是武器通關 甚至可以有部署軍武喔 那所以最近喔 這一個生效之後 接下來其實我們看到這個月 日本即將就派四架F-35A戰機 到澳洲去進行所謂的演訓 那下個月澳洲反過頭來也會派F-35A 到日本去參加一項叫做這一個武士 到衛士的這一個軍演 那雙方等於說武器不只相互通關 甚至已經可以進行相互的部署 那當然也是在進行所謂的聯合軍演 那這個部分除了日澳之間我們看到 接下來RAA其實日本跟先前跟菲律賓也談過 還有未來可能跟印度也會簽署類似的協定 所以整個亞太地區 不只是現在最新的美日韓小北約成型 那先前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 那再加上AUKUS 英澳美這三國的軍事同盟 那還有包含接下來 如果菲律賓跟印度也納入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整個第一島鏈的防衛態勢 整個已經形成了 那這個不只是針對南海的部分 當然最主要還是焦點放在台海 那日本的部分 除了結盟 他自己本身我們看到 他明年度2024年的這個軍費 也是破了二戰以來的最高峰 那等於打算編7兆日幣 那未來五年要高達43兆的日幣 那如果說7兆日幣 則台幣大概在1.57兆 這非常的高 那這個部分 除了要打造1000公里以上的 這一個對敵基地的反制飛彈 那要打造這個HGV 高參數的滑翔體的這種飛彈之外 最近也傳出說他連C-2的這個運輸機 都改成轟炸機 他沿用美軍 先前我們講過C-13動貨C-17 他這個用一套叫迅猛龍的 這系統 那可以直接透過彈藥托盤 搭載包含像HM-158B 這種直接讓C-2就可以發射 空射的巡弋飛彈去對敵基地 進行反擊 那最近還有包含像 所有先前的出運號已經進行改造 現在連加賀號 本來是直升機航母 現在改造成準航母 其實已經是航母的這一個等級 因為他把前面的這個 箭手的這個T型的 這一個等於甲板 把它改成方形 那有助於未來F-35B 直接不只是降落甚至升空 那也有利於這樣的一個 兩棲作戰的一個能力提升 那還有包含明年的預算 外界關注說 日本現在已經有多達8艘的 這個神盾艦 那還要再打造兩艘新神盾艦 而這兩艘新神盾艦 先前這個外界曝光資訊是說 非常有可能放大到2萬噸等級 那這就被號稱是 戀河時代的大核艦 不過因為噸位太大 現在有可能進一步縮小 不過他的原型 可能還是會沿用 現在日本8艘裡面 最新等級的摩耶級 那摩耶級上面 比照美軍的伯克級 本來是有96枚的這個 垂直發射系統 但是如果今天未來兩艘 新神盾艦 他不只配備了SPY7型 最新的AESA的這個 海上的雷達之外 他把垂直發射系統 有可能透過噸位的放大 進一步增加到128枚 這完全也超越 這一個055型的122枚 那火力比原本的摩耶級 還要增加33% 那這些當然都是 完全是針對中國 那當然剛才談到 最近還有這一個 中國整個經濟衰退 那外國很多的觀察家 認為說習近平有沒有可能 反而會加速 他攻台的這個腳步 那不過這個部分我們觀察 經濟上面你如果發展 進入遲滯 那內部其實很多的條件 其實相對的不利 包含社會不穩定 包含他的軍力發展 其實也欠缺軍費 那這也可能導致 這個習近平自己權位不穩 但如果他為了轉移 注意哦 孤足一職哦 那在台海動武 那當然對他自己本身一個 也是非常大的風險 這些部分哦 其實不管他攻台機率是升高 還是降低 基本上來講 我用有備無患哦 台灣還是要加強備戰 才能避戰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中國內部的金融風暴哦 是一個長期的30年的泡沫結構 那這一回合的泡沫要如何消化處理哦 顯然是一個龐大的經濟金融跟政治的壓力 然而同時今天哦 經濟學人最新的封面故事 討論的是中國絕望的年輕世代 因為現在失業率固然蓋牌了 可是呢 中國的學者說 青年的失業率 事實上是超過五成的 是從剛剛看到中國的失業 已經變成一個龐大的經濟跟社會壓力 政治壓力的同時哦 今天再度傳出來 包含中國幾個重要的晶片業者 仍然大規模的裁員 對 沒錯 事實上目前為止 中國因為整個房地產景氣 或是說因為整個工廠外移 已經佔著非常大的壓力的時候 其實這時候呢 美國並沒有要封鎖這個放鬆的這個局面 甚至還有可能再進一步的管制 為什麼 因為中國如果想要脫離這個困境 有一個方法是讓它的技術升級 科技升級 或許可以脫離這個困境 但是最近一段時間呢 反而是在川普時期 擔任這個副國安顧問的博明 還有之前才剛去指的 美國國防部的政務次次長是卡爾 還有前美國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哈里斯還有戴維森等等的 20億名的這個國安官員 聯手寫給這個參議院的這個多數黨領袖 跟眾議院的院長麥卡錫 還有給他們說說什麼 拜登之前不是有所謂限制對中國的這個命令嗎 催促他們趕快要落實 同時之間來說的話 又希望說能夠再把這個禁令擴大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說 中國常常利用所謂的這個禁令的這個漏洞 可以鑽很多的這個方法 可以取得相關的技術 譬如說美國的管制可能不夠嚴厲啦 或者說可能美國的行政命令之間有一些漏洞 中國都會鑽 甚至他還說什麼 我們美國有一個叫做商務部下面下屬的這個出口管制的這個工業劑安全局 這個簡寫叫BIS 他說BIS明明要管大概約莫是數兆美金左右的產品 但是問題是他只有這個預算只有1.4億美金一年 然後只有350個職員 他說我們也要想辦法把這個把它擴大 否則來說怎麼去控管這麼龐大的這個狀況呢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根據目前這個國際的統計裡面來說 美國從之前一直到現在為止的展開了 14輪到15輪左右的這個半導體限制 目前為止根據這個海外媒體的預估來說的話 中國最先進的技術是14奈米 那以這個台灣或是說海外的最新技術是5奈米 3奈米 這樣來說的話至少已經差距到5個世代左右 所以美國認為說對這個晶片的控制是不能夠再停止的一個狀況 那因為對晶片的封殺 你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時間我們反而看出來就是說 中國很多晶片業種開始進行大裁員 我們之前曾經一直在節目上跟大家講到的 韓武技 韓武技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他的下面的一個行歌團隊在做所謂的這個車用的 幾乎是完全都裁光光 另外還有另外叫易思維 易思維他主要也是在做類似是AI半導體的 然後就說我們目前為止把幾乎是一半的應屆畢業生都裁掉 那未來恐怕也不會再徵求所謂的應屆畢業生 所以你看到其實為什麼大家講到說中國的這個年輕人失業恐怕比這個統計數字更嚴重 你看他採就優先採掉這個應屆的畢業生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覺得全世界都在發展這個晶片 我覺得日本的腳步是相當快 日本最近一段時間他們岸田文雄又去訪問了中東 然後跟這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領袖 所以穆罕默德就同意說未來他要跟中東一起發展晶片 然後同時之間可能要拉大這個晶片的補助 好那我覺得說目前為止來說話 美國還有一個新的法令就是美國決定 把他們之前有叫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的這個狀況裡面來說 把包括說汽車配件的相關的也把它納進去 所以未來美國對中國產品的管制恐怕會越來越嚴格的一個狀況 好那越中這一回合中國的經濟發展的壓力跟風暴到底有多大 人民幣是一個重要指標 可是人行現在這兩天想要穩 事實上壓力也很大 沒有錯現在正好是陷入兩難的情況 因為你要救經濟當然就是要寬鬆政策 那寬鬆政策最直接就是降息 可是你一降息人民幣就會貶持 這是一個必然的道理 可是回過頭來你要穩人民幣 那你就不能降息 那不能降息那你經濟怎麼辦 好所以呢現在呢 中國想出來的辦法就是 啊這個都不能到 那我知道 叫中國這這麼多的國營呢 開始做拋美元的動作 不只是拋美元 我就查到了最近這幾個月 中國也拼命的拋美債 拋美債作用其實跟拋美元是一樣 以昨天最新的新聞 統計到今年6月的數字 中國光一個6月份又拋了113億的美元 已經是連續三個月的 這個調降他們的這個外匯存裡面的 美元比重 而且這個數字已經來到了14年新高 現在只剩下8354億美元 而且如果大家再觀看 就再注意到美國的美元 美債的殖利率最近又一直在創新高 尤其是10年已經創了15年的新高 那殖利率上去代表 價格下來嘛 價格下來不就是有人在拋 那合理的 因為我剛剛說的是6月份的數字 合理的推估7月8月 美國中國都還在持續拋美債 那當然賣的錢還可以拿回來救經濟 所以一魚二吃嘛 所以都已經看到這個離岸人民幣的價格 我們最近一直在追蹤 以昨天來說 它盤中創下的7.3486 這是去年11月以來的新高 那今天真的很明顯就看到 真的是有在主扁的 所以今天大概盤中都在7.30左右 比昨天微深了一些 但是能撐多久 我們就等著看 那大家也就說 我現在經濟這麼差 那習近平到底到哪裡去了 欸 這時候呢 中國的這個 官媒求是早上是又出來 看了一篇習近平的說 的談話 他就說哎呀 告訴大家要有耐心啊 現在呢 大家看到西方國家呢 這個狀況越來越糟糕啊 因為他們的物質啊 跟精神都是貧乏的 那大家只要撐過這段時間 未來就是變好 欸 聽起來好像四平八文嘛 可是仔細去看 這一篇雖然是最近開刊登 事實上是習近平2月份的談話 根本不是現在嘛 那問題是那你現在 現在習近平到底到哪裡去 因為至少半個月 已經完全沒有習近平的消息 那中國這段時間 一大堆的天災人禍 你都沒有出來表示意見 那你到底在幹什麼 所以這是我們要去關注的 那再來就是中國的經濟 為什麼政府這麼救都救不起來呢 欸 華爾街日報呢 最近有一篇報導 我覺得還蠻有道理的 其實啊 你說中國沒有在救嗎 當然有在救嘛 做了這麼多動作都救不起來 關鍵原因就是因為民眾已經不相信 你北京當局的各種政策嘛 所以你看啊 我在昨天是不是有講到 中國早在三月份 就把消費者吸引指數給蓋牌不公佈 消費者吸引指數不就在反映這些民意嗎 那你為什麼不敢公佈了 那再加上過去我們講到的 你這些共和富裕的政策也好啊 房價下跌是不是民眾的財產就不受 沒受到保障 尤其是華人很喜歡買房子 我可能終其一生的財富 我都壓住在我這間房子 結果呢 房價下跌了 或者是我好不容易買那間房 結果房氣倒了 結果變成爛尾樓等等 那我去找工作也找不到好工作 找到工作又被欠薪等等 這些問題民眾的這些權益 都沒有得到保障的情況之下 要怎麼樣民眾去相信你政府 所以這是一個大問題 好 那再來看到欸 這我也是蠻懷疑的 中國還沒有蓋牌的就是房價 我想應該也快要蓋牌了 因為呢 最新公佈的7月份的 中國70大房價的指數呢 以二手房來說高達63個城市 也就是9層的城市二手房是下跌 就是中古屋 那你新房的部分 也有49個城市是下跌的 如果你分一線二線三線 不管你是分幾線的城市 反正一手房二手房通通都在下跌 所以我覺得這個指數呢應該很久 要不了多久以後就會蓋牌了 所以我們直接去看整個 這個房價的這個年增率 很明顯你可以看到 從去年7月起 它就已經是負成長囉 所以也就是告訴你 從去年7月 中國的房價整體的70大城市的房價 就已經在下跌了嘛 那目前看來是稍微已經沒有跌那麼多 但是畢竟還在下跌 所以這是我們要去留意的問題 所以再看到一個很指標的李嘉誠 我們在之前也講過 他在香港的房市 欸突然打七折在賣 欸正式他又出手囉 這個長石集團在北京的一個建案 也是一樣 一戳掃牌架打九折 欸要特別去注意到 他北京的這個建案 叫做玉翠元二期的是 他整個長石集團在北京的最後一個建案 也就是說蓋完 這個再發完之後呢 他北京就沒有地了 他就不會再發了 所以呢你看到他直接降價一成 原本一平方米是賣10萬人民幣 現在賣9萬而且不只這樣子喔 以前中國其實比較好的房子 都有這種規定 你要來看房必須要先驗資 驗資的意思指的是 先證明你有足夠的財力 所以以這個建案來說 過去要50萬到100萬人民幣 你要先要有這樣子的存款證明 你才可以看房子 但是現在不用了 再來就是這個房子已經開工囉 他告訴你我明年底就可以交屋了 因為大家現在很怕爛尾樓嘛 那當然如果長石集團都爛尾樓 那我看全世界經濟也大概垮掉了 那再來大家還要特別去注意到的就是 中植系到底現在問題到底有多大 現在我們看到KPNG就是安侯建業 快進市事務所出來說喔 不是只有中榮信託而已喔 中榮信託我們在之前也講過 他是整個中植系裡面的 其中一個分支機構 而且還不是最大的喔 現在KPNG說 中植系幾乎已經全面停賦了 而且現在在找所謂的戰略投資人 希望就是有人注資喔 因為他現在目前至少有一兆以上的資產 都出問題了 所以我們之前也講過 你看到這個恆大出事也好 碧桂園出事也好 你都沒有聽過中國政府 國務院說要成立緊急應對小組 結果現在中植系出事了 趕快北京成立緊急工作小組 要處理這個問題 這不就在告訴你 這個問題絕對會比碧桂園 比這個恆大都還要大嘛 所以呢 就統計中榮信託 剛到年底至少有 將近400億人民幣的債要到齊 而且我一再強調 這只是中植系中的其中一間 總透透有多少 那是一個無底洞 再來看到恆大 剛剛施聰也提到恆大 恆大底下現在目前只叫恆大汽車還在掛牌 可是恆大汽車最近很奇怪喔 居然有人願意投資它 欸誰呢 而且還是個阿聯的公司喔 阿聯酋的這個紐頓集團居然說要 注資5億美金喔 要去投資恆大 你想說哎呀 中國這麼多汽車廠 你誰不投資 你投資一個快要倒的公司 這不是很奇怪嗎 那當然其中必有特殊的原因喔 因為雖然說是阿聯酋的公司 可是實際上負責人 根本就是中國人叫吳南 但是呢連中國的網友 中國的民眾都查不到 吳南到底是什麼背景 因為它居然背後有得到 阿聯的黃氏的注資 所以呢顯然的這背後 還有另外一個故事 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日韓高峰會今天稍晚登場 那白宮仍然捍衛台海和平 好董老師剛剛看到美日韓今天稍晚 準備要進行高峰會喔 這一個隱形月最近跑美國跑得很勤勞耶 是的 就是現在美國總統拜登 就在華府附近的大衛營 跟這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跟這個韓國的總統隱形月嘛 舉行領袖峰會 那預計會至少簽 兩份這個大衛營精神 跟大衛營原則 這兩份聯合聲明啊 那大致他的內容 就是重申這三國呢 這個領袖會基於共同的價值 跟這個規則來行動 以及確保區域的繁榮跟合作嘛 那其實呢 這個是這三國領袖 這個歷史性的會晤 因為是第一次等於是說 他們三國領袖單獨見面 以前啊都是在國際的場合上嘛 那麼根據這個 美國白宮的這個印太事務協調官 坎培爾他的說明 具體的有具體方案 具體的方案呢 在政治上會建立 共同協商的這個機制 這什麼意思 兩個層面 三國領袖的熱線電話 以及三國外交 國防經濟高官的定期會晤 好在這個軍事上 針對這個北韓 中國跟俄國這個三合一的威脅 未來美日韓也會延伸威捨 然後呢進行三合一的這個聯合軍事演習 然後在經濟跟科技上面呢 當然就是針對這個供應鏈的韧性 然後呢確保這個在AI半導體網路上面的合作 當然包括共同這個協商跟應對台海的這個和平穩定 跟烏克蘭戰爭的問題嘛 好這個中國跟北韓就是這個抨擊 你這個大衛營風味不就是亞洲版的這個小北約嗎 坎培爾的回答是這麼說的 這是為了因應中國在經濟外交軍事上的巨大壓力 所以這三個國家呢有必要共同合作 來作為因應威脅的第一步 其實呢坎培爾的說法以後還會有 好那我知道說現在中共 他在太平洋他最擔心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所謂的 這個建立亞洲版的小北約 而北約的意思指的是在軍事上的攻守同盟 所以會的現在這個小北約已經誕生了 他以後就會長大跟長胖 就是說以後會有其他國家陸續的加入 我的猜測啦 五眼聯盟可能是下一個最可能加入的人 中共最擔心的第二件事情 是北約真正的北約東擴太平洋 而且是以化整為零的方式呢 其實呢早就北約早就東擴太平洋了 以英國德國法國為主 法國國防部今天也公布了 他有19架戰機剛剛在印太區域完成了 18000公里的噴池的這個軍事演習 那這個事情德國去年就幹了 德國的空軍去年有11架 進入印太地區來加入演習 也是德國去年首度 德國今年呢我們之前講過嘛 還派了地面部隊陸軍 這個散兵已經加入了今年的這個 澳洲的這個護衛軍刀演習 所以說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北約東擴太平洋 它已經是一個事實了 好 中國外交部今天也剛公布 這個8月21號習近平要到南非去參加 那個金磚五國峰會嘛 剛剛不是說嗎 習近平已經神隱15天了 不要急再過三天 他就會出現了 他就會到南非去參加這個 這個南非的這個金磚五國峰會 可是呢其實國際間的人 是在關切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習近平在國內神隱了 才15天而已嘛 習近平在國際社會上 已經神隱了快要一整年了 原來今年習近平只有一次出訪 到那個俄國嘛 到那個莫斯科嘛 兩天一夜跟普丁見面 只有這個行程 就2023年解封了以後 去年9月份中國外交部還有公布 說這個中國外交的10年 就10年來習近平 已經有42次出訪 踏遍五大洲 訪問了69個國家 而且我還記得當時還有個 中共有個報導 就是說如果跟川普 那四年執政來比的話 習近平出國的次數還比川普多了 這麼活潑的這個領導人 現在變成宅男了 所以說終於也是要出現了 理由只有兩個 為什麼習近平那麼少出訪 第一個跟民主自由國家 實在是沒什麼好談的 對不對一見面 這個關切台海的和平穩定 你中國的威脅 還有中國的人權嘛 都沒什麼好談 第二個 跟第三世界國家不能談 一碰到第三世界國家 大家伸手要錢嘛 三月份洪都拉斯 不是嗎 洪都拉斯第一次加入一帶一路 這個這個倡議 開了一張200億美金的支票 要中國兌現嘛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習近平還是少出去的好 就出門都花錢 一定要花錢 現在景氣不好少花點錢 而且彭校大哥 少花錢要做大外宣 就要拍新的MV 是啊 所以說這個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國 有所謂的武俠小說 然後中國人很會拍武俠片 那麼 但是我們看到 自從美國那 Top Gun的那個效果很好以後 現在拍第二集了 中國也想拍個解放軍的Top Gun 名字就叫 越海峽 就現在在一個畫面 對 大家看到沒有 大影片MV 如果真正的要搞這麼一場 所費不支 各位 前幾天不是在講嗎 我們空軍 號稱是欠了中油公司 40億的油錢 因為要攔截這個中國軍機 這樣子耗油 如果我們的空軍都 至少欠40億 代表不只40億嘛對不對 那中共的空軍 這樣子搞下來 一年下來它要多少 沒有1000億 絕對下不來 所以拍片比較省錢 對嘛 對嘛 而且拍片可以剪輯啊 可以做特效啊 而且這個效果 遠比實際的 讓我們看得更清楚嘛 對不對 可以看得更偉大 啊 解放軍棒棒棒 強強強 厲害 對不對 目的就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說 啊中共一代講 啊我要打台灣 我要怎麼樣 那搞了 好 叫了七十幾年 對不對 坦白講 我的解讀是這樣子 因為我 我跟解放軍 這個鬥爭了50年嘛 對不對 我的解讀是怎樣 中共唯恐台灣 台灣走向台 法理台獨 他 解決不了 下不了台 你以為 真正的台灣 走向法理台獨 他又能怎麼樣 老美不點頭 他就是不敢動 在那種狀況之下 他才真的難過 所以他要把話先講出來 如果 我打你 我打你 真的有能力的話 趕快打嘛 你連個菲律賓的那個破船 24年了 現在又天天在那邊叫 對不對 老美傳一來 他口風就變了嘛 對不對 你以為有這麼容易嗎 開工沒有回頭劍 你要開工很容易 射出去以後 你回不了頭 最後誰倒楣 你更倒楣嘛 第二個問題就是 大陸有一句話叫 四驢四馬 拉出來六一六就知道 那麼這就是什麼 認知戰的部分 所以他現在 他與其花錢在做這些 還不如拍電影嘛 搞認知戰嘛 對不對 然後這樣子 希望說 能夠讓我們覺得 哎呀 我們一定要乖乖的 我們不台獨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說 好我們不台獨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 他又說你是華獨 但是後來說 怎麼辦呢 對不對 這個華獨是從 蔣介石開始 兩蔣開始 國民黨的 這個老本權嘛 對不對 那今天民進黨走了 國民黨的路 國民黨沒有路可走 對不對 所以說這反而是 這個台灣的一個更安全 更有保障的路 各位 這個中共每次喊備戰 打仗養兵不是這樣子 打養兵有一句話叫 旭養結宣 為什麼 你要積蓄力量 你要養他 但是你要有節度 不要一天到晚就備戰 所以我覺得說 這樣的一個狀況 美國的這些作態 就是使 無依止割 讓這個戰爭 不要辦法 我們購買美國的武器 你還說 什麼和平 那你幹嘛要買武器 拜託 就因為我們買了很多厲害武器 才會有和平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新品的大撒幣外交 今年很明顯減少喔 中國真的是缺錢了 那外交的場域上面喔 秦剛仍然是一個大問號 好 知事長 剛剛看到秦剛本來外交部長 直接被免執解職之後呢 他國務院的身份 到底還會不會延續喔 是一個問號 可是中國國務院喔 新的這個會議 李強一召開 果然喔 記者一追發現造不到秦剛 是沒有錯 雖然造不到秦剛 可是詭異的是秦剛的位置 國務委員五個位置 還擺在那邊 那缺席兩個 一個李尚服是出訪俄羅斯 另外一個秦剛 還是大家問秦剛去哪了 那換言之 秦剛的國務委員的身份 其實到了8月16號 李強主持國務院全體會議的時候 並沒有被拿除掉 那這件事情到現在為止 大家還是覺得非常詭異 可是此地50300兩好笑的是 外交部啊 原來有一個歷任部長 裡面這個 在7月25號秦剛被免執之後 突然間秦剛就消失了 那這一次外交部 更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把歷任外交部長 整個欄位全部拿掉 我們不瞭解這個中國的外交部 這到底是為了要掩蓋什麼樣的東西 不過就通通通老師說的 隨著習近平即將出訪 他的外交大席要開始的時候 或許接下來也會對秦剛做進一步的 這個處置的作為來進行 但是除了秦剛之外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我們看到的是這個 中國他仍然進一步的在清洗相關的官員 那包括了最新的一個是新疆建設兵團的副司令 焦小平 新疆建設兵團不是一個普通的單位 他是等於是整個掌控新疆 所有黨政軍器 全部掌中在一起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這樣子一個指導單位 那這樣子的一個集團的當中的 副司令員焦小平 竟然在8月15號16號也被雙開 雙開的理由其實非常詭異喔 我簡單念一下 他送一個理由叫干擾探達風探中和戰略目標實施 這個聽起來好像還合理 就是探中和探達風這個東西 本來就是中國他想要做的 可是下一句 罔顧中央對秦嶺生態環境保護 我們要知道 習近平對秦嶺這兩個字是非常敏感的 曾經在過去十年 這六次下達對秦嶺的相關指令 你焦小平何己大膽去被指控一個罪名 叫做干擾中央對秦嶺生態環境的指控 那代表什麼 代表他等於是直接挑戰習近平的政權 那如果新疆建設兵團的副司令員 直接挑戰習近平 那你可以看到說 連結到前面的軍的問題 外交的問題等等的方方面面的問題 是不是習近平的整體內部的鞏固權力 其實真的還是有很大的狀況喔 那這個狀況隨著秦嶺事件 到底能不能澄清 這是一個大家持續在關注的一個現象 那這樣的不定時炸彈在中國的官員當中 恐怕還會持續的再發展下去一個情況 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你看到說8月15號為什麼這個時間 李強也出來開國務院會議 然後也開始處理這些所謂雙規的人 那其實基本上就是北戴河會議結束了嘛 可是《求是》雜誌在8月15號當天 刊出了一篇文章是 專於習近平的重要文章是 有關於要挑戰西方 這篇文章很特別的是 他是習近平給所有 從這個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到 省領導幹部的所有的一篇演講稿 內容就是挑戰西方 那被懷疑說被外界去評評論說 《求是》雜誌在北戴河會議之後的第一篇文章 就刊出這樣的文章 是不是也代表著接下來的風向 習近平還是要嚴厲的 向西方發起挑戰的訊號 而這個訊號 隨著他內部 剛從經濟到政治到人事的問題當中 他透過挑戰西方 真的能夠來恐怖他的政權嗎 西方也都瞪著大家眼睛在看 好今天謝謝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QR Call 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IG臉書 推特特官上面都有官方的帳號 歡迎大家分享訂閱追蹤 收看我們的YT帳號跟IG帳號 每天也會上架兩支短影音 歡迎大家分享訂閱追蹤擴散 好謝謝大家謝謝 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